机车骑士 骑车经过坑洞 整个车身摇晃严重 像这一个大坑洞 长达一米 身也有十公分 大雨加上积水 让机车骑士心惊胆跳 那这两公里里面 像目前这种坑坑洞洞 大大小小的话 至少我看不到一百又七八十以上 那这一代的话 晚上的照明设备也没有 所以晚上的话 夜间在那边行驶 尤其是摩洛车骑车的话 周围厂长发生一切不意外 这样的大坑洞到处可见 整条壮观路坑坑巴巴 民众经过这里 要左闪右躲相当危险 一二十年开始成立了壮观里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有状况出现的时候 他们才说这条是私人道路 然后道路破损之后 大家不断的会看 才发现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困难度 这条通往壮观社区的壮观路 是私人道路 里面住了两千多户 二十多年来 居民往返市区都要走这条路 但道路品质却是坑坑洞洞洞 会啊我们这边都有看到有骑摩托车的 会跌到肯定 说到咱们可以冠军 各地主要大家享用一个 先让这个路 让它便宜 让它便宜安全有了 危险降低 这是最需要的 当然成本一定是不少的 只是说 只是说就我们地主来说 本来就是把路封起来好好维路 这是最好的方式 道场会刊的地主代表面有难色 还是希望封路进行一次性的修补 但全长两公里的壮观路 修补道路 花费恐怕要超过两千万 市任道路市任府无法管理 在政府的立场 真的是非常的难 难进场去做一个维护 然后包括曾经有提过说 是不是属于继承道路 那但是因为它这条道路 并不是一个必要通行的条件 就没有办法去 证定为继承道路 或者是基隆市现在 有在用的所谓的现有向道 那这个都不符合公用地益关系 而他们的厂商是 市政府的公用厂商之外 然后有可能由地主这边来出资 来慢慢的一步一步 先从最危险的地方开始修复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 希望能够把这个路的问题 慢慢慢慢来解决 我想当下是大家这些 进出的这些里面 他们很过去的希望说路平 希望在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经费上的一个资源的话 有市政府技术上的提供 来短期之内把这些坑洞先普平 让大家行走上得到安全 经过协调 市政府将会提供技术上协助 希望地主尽快处理好道路 不要让摔车的意外再度发生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